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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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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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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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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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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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咱们 就是不一样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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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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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 kant describe everything 咱们咱们吃的时候这个 咱们是咱们 Zumố 咱们 tastes whisky 咱们是咱們咱们是咱们是咱咱们煮的 咱们是咱们是咱 哈 咱们是咱们是咱们是咱是咱cent 咱们是咱们是咱 pasado的 virus 咱们是咱们宅咱们 c 然后就是那个皮也很脆的话 就是一咬就脆了 它的皮特别好吃 很脆 而且它里边汁水也差到好处 不像西式那种脆炸鸡 一下子里边那个水特别多 炸干了 两种极端 有的水特别多 有的是炸的特别干 这个的话就是皮挺脆 里边的肉挺嫩的 店里的种类不是很多 时刻最推荐的 还是66元一只的脆皮烧鸡 而让它吃起来皮脆肉嫩的关键 就在时刻提到的炉子上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咱们自己弃的一个挂炉 挂炉 对 需要把整个地方都占用 然后打到天花板吗 这么大的炉子 不需要 只需要中间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一个造型 那这个挂炉也非常大 我记得我上次见类似这么大的东西 还是在人家的披萨店里 烤披萨 用那个铲子 但是您这个做个烧鸡 这个我们受热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烧鸡我们是广东过来的 广东的果木烧鸡 它们是用焖炉烤的 圆的 那种就是油脂滴到碳上 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所以说我们用挂炉 既有果木的香味 油脂还不会淋到碳上 您可以看一下 咱们的油脂是在前面的 这个烧鸡和我们平时经常吃的 河南这边的烧鸡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 广式的吃饭 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广式的烧鹅 它和这个烧鸡是一种做法吗 烧鹅没有我们这种复杂 我们这种是里面的油脂基本上烤没了 吃都是鸡的本身的香味和鲜味 皮脆肉嫩的口感 离不开时间的沉淀 一只烧鸡从制作到出炉 最少要经过十个小时 选用两斤左右的三黄鸡 腌制六个小时以上 然后烫皮挂水 风干三个小时 最后放入200度的挂炉里 小火慢烤一个小时左右 这样出来的烧鸡才会皮脆肉嫩 哇 这个鸡腿 我在撕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些油脂渗出来 很软烂 外面是脆的 然后皮特别薄 你撕的时候又觉得这个肉非常的嫩 很脱骨 你看轻轻地用这个指头 看到没有 这肉就掉下来了 非常的脱骨 我们就直接拿着肉吃吧 油香油香的 它表面我感觉吃不出甜味 它是那种咸香味 带着一些皮肤烤焦了之后 那种焦化的很香的味道 也会有一些里面的油脂 挂在这个皮的底下 然后一起吃的话就是 又焦 然后很咸香 吃到嘴里那种油润的感觉呢 又会让你觉得这个皮肤就是香而不腻 然后吃完之后 会有它里面就是腌过的那个大料的回味 而且不是单一的一种咸 就是你能吃到这个鸡肉本身的 那个鸡汁的鲜香味 用挂炉烤出来的鸡肉 不仅可以保留鸡汁 而且肉吃起来也会更加的嫩 如果您觉得口味比较淡 也有蘸料可以搭配 吃完了有话门口说 今天我们给大家打探的这个南方的烧鸡啊 还真的是和咱北方的烧鸡 无论从外形到它的口感和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表皮脆脆的口感 吃到嘴里很油润 但是呢也不油腻 然后里面呢是那种像蒸过桑拿的鸡肉一样 又紧致又嫩 有很多的鸡油和鸡汁在嘴巴里回味的 那你就来试一下这个南方的烧鸡 它是烤出来的 所以它可能更多的能保留住这个鸡肉本身的鲜的肉的味道 我觉得今天整体的体验都不错 比较推荐大家去吃它这个原味的 其他的蘸料在这个烤出来的鲜美的鸡肉旁边 我个人感觉都是属于有点多余的 最终我们给它打星3.7颗星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之日美食大测评 尝尝中不中 那咱今天来个啥 你听我说的真硬气 今天有硬菜 有肉吃呗 必须有种 来自广东的特色美食 广东的特色美食 对 很硬 而且他家还主打是一个仙字 仙字 关键是 河南人都喜欢茬嘛 是吧 咱顶多什么两叉 对 顶多是吧 他们家有七叉 七叉 对 那能叉出个啥来啊 不知道 而且据说他家还有个特别生育的吃饭 那走吧 瞅瞅去吧 别在这儿猜了 能七叉的广东特色 而且还是个硬菜 到底是啥呢 咱们就跟着小飞去一探究竟 这不是大客是宽敞 扰了一大圈 对 它是很宽敞的一个地方 人还是挺多的 有清汤有麻辣 对 是吧 算是老客了吗 老客来看 老客了 经常来 吃这个涮锅呢 应该主要是看这个肉的品质咋样了 对 这个肉非常鲜 鲜 非常鲜 非常嫩 看得到这个真正的肉在那儿 直接就现场进攻了 是吧 你怎么做这样 直接可以看见 可以的 我说 基本上就这一溜 是吧 吃着咋样整体感觉它那个牛肉 可以 肉质很好 肉质很好 嫩肉可以 嫩肉 就上菜速度有点慢 上菜速度慢 因为它是 应该是那个手切的 对对对 是吧 就算了呆劲的 就肉 算了呆劲 嗯 肉的品质咋样 可以 可以 没问题 亲家的 你吃哪个 没几个 一个也没记住 对 看了就点 看了就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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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吧 咱俩两个知道 他知道想不得清了嘛 确实跟这个大哥说的一样 对于吃潮汕牛肉火锅的人来讲 他的菜单上各个部位的名字 真的是很难分清 但是只要牛肉是新鲜的 不管咱们点哪个部位 口感基本上都差不了 那除了味道以外 他们家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呢 价位咋样你觉得 价位说实话很超值 这是牛肉应该 单点 单点 我们端点的 这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 对啊 哎呦我天哪 这么算下来 香港人吃 人均 不当七十 对 两百块钱基本能吃多 真的 能吃饱吗 一份负责你看一下 能吃饱吗 能能吃饱 能吃饱的 整体来说还是算不错的了 算是没啥问题的 吃着还可以 这价位不贵是真的 价位咋样 价位可以啊 正常价位 就是正常的性价比 对啊 是吧 像咱四个大老爷们 大概的 一般喜欢会吃多少钱 三百多块钱 三百来块钱啊 对啊 应该就可以拿下了 对啊 价格合适 再加上肉质不错 所以他们家晚上的人气 还是挺不错的 不过刚才大家看到的 都是比较常见的吃法 接下来的这个 可说是有点生猛了 你这个是生吃的吗 你生吃啊 我 这都已经三道开始生吃了吗 不是我以为这个时候 下锅涮的 是什么这个是 上头了 上头了 上头了我闻一下 流眼泪 哇你看 你也吃了 生的 生的直接吃 可以啊 啊 仙道流眼泪 对 对 是吧 羡慕鸡 羡慕辣了 仙慕 哭了 来来 真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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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要拿酒充一下 什么感觉啊 全天天天啊 啊 感觉 啊 那种 他刚才说感觉像香蕾飞 身在飞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我最不本味道一碗 啊 啰喉的 啰喉的 啊 对 你要不要咸上锅吗 啊 不不不不 哈哈哈 你人银河就行了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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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已经飞了两次了 已经 一会要不要真的尝一个 可以 还要尝一个 不用吧 那 你能干谁筷子 我可不想直接就这样子 能要喝个是一个 拿个鲜筷子 不是这 这个 大哥你真的属于那种 低头焖吃 然后看上到不想事儿大 我跟你讲 这真的可以的 可以可以 肩膀劲大不大 还行 还行 你觉得我信不信 你别疯了呀 这时候你很开心啊 这出来混 左上环套 哇 流眼里的不止他一个人 我跟你讲 哇 这个味儿真的好冲啊 这个 但是就是那种嫩嫩的 有点韧劲的感觉 对 但是也很好 叫你能吃出来它很鲜 对 是吧 很鲜嫩 这肉肯定加点鲜鲜 对 而且呢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牛肉 本身的那个鲜甜的味道 对 怪怪 知道他们家煮大咸牛肉 但是没想到居然敢做生吃的牛肉刺身 真的是够有底气的 那他们家的牛肉在选择上 到底有啥讲究呢 牛选自云桂串的土花牛 每天一头牛 都是新鲜的牛肉 对 都是新鲜的牛肉 咱现在能吃到的有多少个部位啊 差不多一个头牛 飞机的话12种左右 12种左右 我们主打的就是先切牛肉 哪一种走的会多一些 点的最多的就是吊龙 我听说咱家有一个大菜 可以七拼 对对对 是的 是啥菜 步步高升 我们现在目前是选择了 选择了七种就是比较长点的这种 特别长点的七种 大家伙比较喜欢的 对对对 大家比较喜欢的七个本类 我以为拼齐七个部位 就可以召唤一头牛了 那其实本质上也就差不多 差不多了 原来导演说的 可以齐餐的大菜 就是他们家的牛肉组合拼盘 步步高升了 一次可以吃到七个部位 看着确实是挺过瘾的 那这道大菜吃起来到底怎样呢 哇 你现在被整个牛肉环抱 其实是被牛肉环抱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点的是鸳鸯锅底 然后它这个辣锅的锅底里边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的存在 你知道吗 牛腩 看到了吗 锅底里边直接就带了有那个 半斤的熟的牛腩肉 当然这个锅底62块钱 鸳鸯锅 鸳鸯锅底62块钱的 那来吧 接下来咱就直接走 你们看到这边 步步高升 平常咱一般来说 点这个牛肉的时候 一般也就是个两叉三叉 四叉不得了了 七叉 对 这今天就直接来个七叉 这个菜仪式感很强 对 仪式感确实是很强的 一般牛肉环 也还行啊 其实也还行 给它亮的话 其实看起来也还可以 完全没有那种这么干啊 柴那种感觉 就是嫩嫩的滑滑的 雪花 雪花 对 其实也都是简单 一涮就可以 如果说您在这边 想吃下这个肉本身的那个 原汁原味 建议您还是这个牛骨清汤锅 但是您说我口味重 那毫无疑问 就那个牛腩锅底下 还得有雪花 嫩嫩的 就特别的香 还有完完全全没有油腻的感觉在 很舒服 很舒服的这个 所以正这样来讲 我觉得就是从待会的反馈来说也好 还有自己尝了以后感觉也好 品质上没毛病 然后口感上没问题 一个字 鲜 就是鲜 其实除了单纯的吃牛肉以外 像这个叫做荔枝虾球 然后这个叫做 就是潮汕牛肉丸 菜品种类比较多 可选择的范围也是挺大的 当然还有一点 这家店是一家清真店 然后到这边之后 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喜好 然后点上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菜饼 直接来吃就可以了 好了 吃完之后有话门口说 首先来说环境上是比较宽敞 比较干净 比较整洁的 然后服务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唯一的问题就是上菜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从牛肉本身的新鲜度 还有品质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是挺新鲜的 而且吃起来感觉还不错 尤其是那个叫什么 生吃的是吧 刺身 牛肉刺身 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整体上是可以给的 欢迎收看小明星小乐 新年来尝鲜 试货不采雷 吃点什么呀 今天主打一个肉多 我听这俩字就感言 两眼放空是吗 怎么个肉多法 这一瓦16块钱 里面四两肉 砸 里面要是连面带肉四两呢 是不是 四两肉是吧 对 不带面 那相当于四块钱一两 四十一几 这个一算 就是听得特别的 可以啊 是吧 一瓦肉吧 对啊 那个不能吃鸡肉吧 不是鸡肉 咋可能是鸡肉呢 你这一笑的 两眼都放光了 走咱到底瞧瞧去 那咱们就姑且相信导演一次啊 跟着去看看到底 什么汤里面肉这么多 吃的这碗里肉多吗今天 嗯 多 肉多啊 这一碗里有几两肉啊 这就挺多了 哎呦 在饼里泡是吧 确定了 还真的很难 就是牛羊肉之中的一种 是吧 到味了 喂 吃老八天了呀 你看 嗯 是不是 哎呦 这碗 听着这爽朗的笑声吧 这都是奔着肉 笑出来的 爱心 爱心 一筷子夹起来 满满的全是肉 怪不得大哥喝得这么开心呢 而且16块钱一碗的价格 的确很亲民 看汤的颜色来说 今天这碗里装的是羊汤无遗了 来大家店来好几次了 来好几次 一般都点什么呀 羊杂汤 羊杂汤 对 好像是肉色 好像就是羊杂汤的 对 因为门头就是羊杂汤嘛 羊杂汤 对对 就是一般喝多少钱一碗的 就是寄出来就可以 就能吃饱 就能吃饱 对 店里主打的就是羊杂汤 而且羊杂的种类也很丰富 看起来品质也还是不错的 它里面这一碗肉里面 都放了什么都 羊肺 羊肚 羊肝 羊杂 羊肺啊这些 包括还有羊双肠嘛 应该是 就这东西都给您放下去了 对 粉色这些什么东西都有 整个味道来说 你觉得跟其他家的 传统羊杂汤有什么比 他家的味道那个汤比较鲜 羊杂汤可能 这段时间比较久 但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么鲜 就喝着也不挂嘴 对对对 您觉得他家五颗鲜的话 能够几个行 我觉得至少四点吧 四点啊 那平衡还可以 对因为经常来 就在我们单位对面 就是离得也比较近 对对对对 它这个味道还可以 所以说我是第一次来 尝尝还可以 这个跟普通的那些不太一样 普通的那些还稍微带点那种香味 这个一点香味没有 就味压得很不错 对对对 在正宗喝汤比较好 因为我是洛阳人 洛阳汤比较多 比较多 对 你碰见羊杂汤也来一尝一尝 这个您觉得跟平常 咱们喝洋杂汤有什么区别吗 它这个好一点 就是其他洋杂汤 有的带山味 这个没有啥味 因为女生一般可能 对那个山味会比较明晨 排斥一些是吧 对 就这个味压好了话 女士应该就会更喜欢一些 挺好的 虽说是洋杂汤 但根据大家的说法 汤味是比较鲜的 而且洋杂味并不明显 这也说明洋杂的处理 是比较干净的 而且我们也能从店里的大锅里 看到现煮的洋骨 关键您这洋鲜辣椒 放的可是不少啊 爱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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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整体给你感觉 有跟其他的这种 洋杂汤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可说被轴紧的 警网子把他枪开住了 那可是好像二十三十年老店 它不好喝 它不好喝 您觉得这碗它特色在哪 它的肉量还是科技的 这个食材 而且它的胆度加的特别长 嗯嗯嗯 像变着洋杂汤 它趁到碗里面 温度搭不到 就碗可能什么 这一凉之后 温度一搭不到 这口感就不好了 对对 它的感受 您把大锅 从小锅里面 你加一下这个 这个来说 评价还不错是吧 嗯 你觉得这家店 五颗星的话 能给几颗星 四点五个吧 四点五个是吧 上面它焦了 可以说这一点 是和普通洋汤店里 最大的不同了 每一碗洋汤 都会盛到小锅里 加入洋杂粉条煮到沸腾 最后再加入一些 蒜黄和香菜点缀 整个喝起来 会让人感觉非常的热和 而且身处在店里 这样一种和普通洋汤店 完全不同的环境里 让我们不尽感觉 这竟然是喝洋汤的地方 我发现它这个汤店的环境 是比较好的 比较清新 然后干净 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种炒菜馆的环境 然后让你喝了碗洋汤 对于喝汤的地方 这种装修的话一般是很少的 比较高档类型的 对对对对 有点古典的那种感觉 古典情新的风格 是吧 挺好的 但是其实咱说吃锅馈 是吗 吃饼丝 它这个有点像咱们说的那种 黄桥烧饼的感觉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是就着吃的 就着吃的 这个口感还可以的 就是油酥的那感觉 对对对 口感可以 那配到这羊大汤上 对对对 他们叫做油酥饼 也是一大特色 也是配着这个 对对对 合二为一了 对对 不过您这中午这菜安排上 这酒感觉下得有点慢 黄大了 黄大了 来再给您搭上一瓶啊 导演 把我蒸汗酒了 这一说再加上一瓶 大哥说 这啥瓶 金星1982送给您 喝金星 要金星 要金星 本栏目由中国酱酒 大汁精酱的 金星1982元浆赞助播出 美食配好酒 畅饮要金星 好啤酒 金星酱 金星1982元浆 搭配上美酒 这个畅饮更进行 金星1982元浆送给您 好 感谢帅哥 干净的环境 让人在喝汤的时候 也会觉得非常舒坦 配上外皮酥脆的油酥烧饼 可以泡汤 也可以干吃 再想想刚刚看到的肉量 让我们迫不及待的 想要尝尝这碗 羊杂汤的味道了 现在我这个井 是不是看着点像喝咖啡 是吗 是吗 挺文艺的 但是咱的确是来喝汤的 而且是羊杂汤 明显感觉 这环境与这汤有点不符 因为它有点小清新的感觉 但是羊杂汤 应该算是味比较重的 搭配它家的油酥烧饼 咱也就着 来上一口 看这四两肉 这样看肉还是不错的 这里面除了加的一些粉条 葱花 香菜 蒜黄 还行 是吧 反正这四两肉 我们是看它在秤上撑的 撑的是吧 16块钱 的确肉不少 干 胃 肠 肚 尤其后两样 肠肚 羊肚也行 你看圆切的羊肚 的确没什么异味 而且放上羊和辣椒之后更香 就没有过多这个辣味 哎呀 汤味 你要说辣味 它家这个羊肚辣椒真的是 一丢丢的辣度都没有 就是油香味和辣椒 融合在一块那感觉 我觉得更足异一些 第二个是汤味比较清淡 它没有我们过多吃那羊杂汤 里面那个油挂嘴 那个感觉 那个倒没有 羊杂处理上来说 处理是比较反正 有没有过多的一碗油 尤其是这个肚和肠 堵了那个润的筋劲 再加上肠的那个筋劲脆劲 过瘾 我这下午餐还行吗 吃完之后啊 咱们有话门口说 我觉得两点印象是最深刻的 一个是肉 的确是16块钱比较多 那肝啊 肺啊 肠啊 那肚啊 这一量上 我觉得挺过瘾 16块钱的确价格也不贵 油酥超饼搭配着 就着吃也挺香的 第二点就是他家这个环境 因为过去我们吃那羊大汤啊 就是那个 来吧老板 来玩羊大汤 就这种腰乎的感觉啊 一进去他家 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文艺 清新 尤其是像我刚才吃饭那地儿 透着一个玻璃窗 在那个品名着 这个汤的香味 是不是 这环境我觉得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价格也不贵啊 整点这家店 我觉得能够给到一个 三点七颗星是一个喝汤的地儿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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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